观众们大家好 秋天呀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季节 那么秋天呢也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季节 那么秋雨呀也来点缀这个五彩缤纷而又丰富的季节 那么它不像春雨那样绵绵的柔柔的 它呀也不像下雨那样子急促暴躁 那么秋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呀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课堂秋天的雨了解一下秋天的雨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学习目标 一会认会写本课的重点生字词 这个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重点 二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背诵第二自然段 理解课文内容弄清课文是从哪几个方面写秋天的雨 这个也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重点 三感受课文的语言美 感受秋雨的特点 这个也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难点 好了那么进入课文之前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生字 我们看第一个 要 那么我们平常可能说的最多就是什么呀 钥匙 那么在这一块呀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字 就是这个钥匙 那么同学们可能经常把 是这个音发错 或者是在写拼音的时候标错 我们一定记住钥匙的诗是什么声呀 轻声 轻声 我们就给它一个组词 钥匙 那么同样呀 这个钥匙的诗是一个什么 多音字 它还念池 什么池呢 汤匙 是不是啊 汤匙就是我们用的什么 勺子 是不是啊 汤匙 这也是个多音字啊 我们来读一下 钥匙 一定要记住这个诗 是个什么 轻声 轻声 我们看下一个 冰 冰是一个前笔发音 是不是啊 前笔发音 那么我们平常给它做什么 冰分 是不是啊 五彩冰分 冰分 冰是一个什么 前笔音 是一个前笔的发音 我们看下一个 眉 眉 那么我们可以给它组什么 一眉 一眉硬币 一眉硬币 眉 看下一个 勾 勾 那么我们给勾字组词评评评吧 勾画 勾线 是不是 我们可以处理一下 我们平常画画什么 给这个画画勾一个线 是不是啊 勾线 勾画 都可以 我们看下一个 喇 喇 那么在喇的后面 我们看到一个字什么呀 巴 我们就经常说什么 喇叭 那喇叭是什么 是一种乐器 是吧 一种乐器 可以发出声音的那种乐器 喇叭 那么我们把藏族 在说它那儿一个佛教 叫喇嘛教 是吧 喇嘛教 好 我们看这个后 后 我们组词 后度 是吧 后度 那么我们经常会说 啊 这个人把后词薄比 是吧 后词薄比 好 看下一个 曲 那么 曲呢 我们是什么组词 歌曲 曲目 那同样它是一个多音子 是不是 它有一个多音子 它还有什么 曲 弯曲 是个弯曲啊 弯曲 是吧 弯曲 好 我们看下一个 风 风 风是一个后鼻的 是吧 后鼻音 嗯 风 那我们组词 丰富 是吧 丰富 丰收 丰收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本节课我们需要会写的汉字 有哪些生字啊 我们看第一个 和 和 那和呢 我们可以看它是一个什么呀 上下结构的生字啊 上下结构的生字 那么 同样我们在书写的时候呀 一定要注意 和字上面的撇和那的起点是在哪里啊 是在树中线上啊 在树中线上 那么 我们给它组词 和字 以及我们每个小朋友都要带文具和 是不是啊 文具和 好 我们经常说啊 我要 我要带饭是吧 饭什么 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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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看下一个字 严 严 那严字呢 是一个左右结构的一个生字 左右结构生字 那么 我们在书写的时候呀 要注意 左半边 是吧 左半边 里面是什么 三个这个 短撇 三个短撇 它这个间距是什么 均匀的 不能 有的离得多 有的离得少 有的离得宽 有的离得窄 是不是啊 我们这三个撇啊 三个短撇 是间距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给它主词是 颜料 还有我们经常说 颜色 是不是啊 颜色 颜料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字 料 这是一个什么 三平音节 了 一 奥 料 是不是啊 三平音节 那么料呢 也是一个左右结构的一个生字 左右结构生字 那么我们在看它左边的时候 我们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 最后一笔是什么呀 奥变成了一个点了 是不是啊 奥变成点了 好 那么我们给它主词 材料 是不是 材料 好吗 布料 都可以 都可以 再看下一个 票 票 票也是一个什么呀 三平音节 是不是 三平音节 波一 奥 票 跟这个奥 后面的这个发音都是一样 都是什么 四声 都是四声 而且都是三平音节 奥 三平音节 那么我们看票是一个什么呀 上下结构的一个生字了 是不是 上下结构的生字 那么我们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 上半部分 是不是 上半部分 主要什么呀 摘小一点 集中在什么 中线上 而下半部分呢 下半部分的 第一笔短横 第二笔什么 长横 它这个长横一定要比上部 是吧 要宽一些 写的宽一些 那么我们给它组词 门票 车票 好 我们经常说 这个票据 是吧 票据 好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飘 也是同样的三平音节 但是 不同的是它什么 是个奥的一声 我们刚才看的两个声 都是奥的什么 四声 那么 飘的是 左右结构的一个生字 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的书写是什么呀 左 左什么 窄高一些 右什么 宽扁 是吧 宽 然后呢 短 窄一些 那么 我们在书写的时候呢 除了要注意它的 左窄 右宽 左高 右低的书写方式以外 我们还要注意 风 右部的这个 风的第一笔 起笔是在哪里啊 是在 树中线上 在树中线上 那么 我们要给它主词 飘香 是吧 飘香 什么 飘荡 飘落 都可以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争 这个争 是一个什么呀 后笔发音了 争 千万不敢读书 争 应该读书 争 争 争 那么 我们给它主词是什么 争气 争气 那么 我们在书写的时候啊 就注意一点了 就是这个树钩的时候 树钩时候要怎么写到哪里啊 这个针的树钩要写在 树中线上啊 它是集中在 田字格的中心位置 好 我们看下一个字 仙 仙的仍然是一个什么 三平音节 三平音节 那么 我们看一下这个 生字的结构是 左右结构 那么书写的时候呢 也是在 左窄 右宽的这个基础上 在田字格中书写了 那么 这时候我要提个问题啊 这个 山字的这边 应该先写哪一笔啊 这是一个 一错点啊 山字我们说 要先写中间的 这一 树 是不是 要先写中间这一树 然后呢 再写旁边 不敢第一笔 又过去写啊 第一笔又过去写旁边去 那就错了 我们山一定要先写 中间这一树 那么 我们主词是什么呢 神仙 是吧 好 我们先说仙女 仙境 是不是 仙境 好 我们继续看 圣字 文 恩 是一个什么呀 前笔发音 是吧 恩 恩 是个二声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字的结构 是个什么呀 我们可以说它是三包围结构 什么叫三包围结构呀 那么我们平常在看这个字 我们先看这个字 这个就是什么 半包围结构 所以我们把它也可以叫做什么 三包围结构 那么我们在书写的时候 要注意它门子里头这个耳朵的耳 是什么 是在田字格的中线上 田字格的中线上 同时呢 我们要注意 门子要稍微写的什么呀 大一点 能把耳朵的耳在里头有什么呀 上下左右都有一个空余路 那么我们给它组词叫听闻 还有我们经常每天都要七点钟 中央电视台话 新闻联播 新闻 闻 我们再看一个 离 离 那么离呢 是一个上下结构的一个生字了 上下结构的生字 那么我们看一下 在它书写的时候 上面是什么呀 上下结构本来就是什么 书写要紧凑一些 那么上面更是要什么 窄一些 是不是窄一些 那么下面这个木字 一定要什么呀 横要写的 长一些 能拖起上面的这个字 是不是 那么同时呢 我们要说下 在木字写的时候啊 这一竖可不敢写的太长 要短一点 短一点 这个木字 这个竖要短一点 那么我们给这个离字组词 雪梨 鸭梨 还有什么 梨花都可以 我们再看一个 沟 沟 我刚说沟是一个什么呀 半包围结构的一个生字 半包围结构的一个生字 那么我们给它组词是勾起 以及我们说什么 勾画 勾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生字 油 油 油 一欧 油是二生 那么我们看一下油是一个 左右结构的一个生字了 左右结构生字 它的左边是什么 一个三点水 那么三点水写的是什么 窄 写的窄一些 那么旁边这个 油来的油呢 写的稍微宽大一点 宽大一点 我们给它组词是 油画 油画 以前我们平常试的是什么呀 石油 石油 然后加在车里头的汽油 汽油 那我们再看这个曲 我刚说这个曲是一个多音字 是不是 它还念什么 曲 是不是 还念曲 弯曲的曲 曲折的曲 那么在本个文章中呢 它念曲 曲目 曲 那曲字呢 它是一个什么 你看它的书写 看它的书写 它的书写呢 在它的上面有两个竖 一笔竖短 二笔竖长 且写在 书中线上 是吧 书中线上 那么我们给它组词是 歌曲 曲目都可以 那么它的多音字曲呢 我们就是曲折 弯曲 是不是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字 哦 是什么呀 后鼻发音了 风 是一个后鼻发音 那么 风 是吧 风 风是一个独体字 是一个独体字 那么 我们在书写的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三笔横 写的怎么样呀 中间横最短 是不是呀 其次是上面的第一横 最长的就是我们下面这一横 简直就是这个字的一个什么 灵魂 是不是 那么我们的这个树呢 要写在哪里呀 树中线上 而且是垂露树 是吧 垂露树 那么我们 我们在写的时候呀 一定要注意 它这个三横的这个间距 一定要是均匀的 不管两个横里的近 两个横里的远 是不是 那么我们组词是什么呢 丰富 丰收 都可以 我们接着往下看 好 读 读 写 写 我们来从第一个字一开始读 第一个 怎么读的呀 老师刚刚说这个是什么呀 轻声 钥匙 钥匙 轻声 是 钥匙 钥匙 这个呢 冰 纷 这个是一个什么呀 钳匙的 冰 纷 是吧 冰 纷 后面这个 凉爽 凉爽 是不是 凉爽 秋天来了 是吧 天气也变得非常的 凉爽 好 这个什么 菠萝 菠萝 是不是我们很多同学都爱吃的一种水果 菠萝 这个 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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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大家看一下 勾住 勾住 我们学的声字是这个勾 是不是 我们还给它说勾画 是吧 勾画 看这个 喇叭 喇叭 喇叭一种乐器 喇叭 看这个 我们声字学的是这个 对不对 读题字 丰 丰收 丰富 丰收 好 最后一个 一眉 一眉 好 我们先往下看 学习课文 秋天的雨 是一把钥匙 哇 这个第一句话就把我们带入了一种想象中 它是一把钥匙 是不是 那是不是它 这个开启了秋天的这个神话呀 这个童话 是不是 秋天的这个一个非常五彩缤纷的季节 就是由这把钥匙开启的 我们继续往下 秋天的雨 是一把钥匙 它带着清凉和温柔的温柔轻轻的轻轻的 趁你没留意 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 啊 那么这把钥匙是打开了哪里呀 打开了秋天的大门 是不是秋天大门 秋天的雨 有一盒五彩缤纷啊 我们学的这个缤纷五彩缤纷的颜料 你看 它把黄色给了银杏树 黄黄的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 山啊山啊 山走了夏天的炎热 那么老师在这里要说 这个字也是有多因子 我们平常可能用的最多的 就是什么呀 哪里的哪 是不是 哪 但是在这里呢 我们读的是青生 那 我们在这里读的是青生 那 那么我们平常呢 是什么呀 读的是哪 哪里的哪 是不是 我们在这块读的是 那 青生 山走了夏天的炎热 那么这块把秋天的雨 第一次比做的是谁呀 第一次比做的是钥匙 比喻成钥匙 那第二次又比做什么呢 秋天的雨又比做成了颜料 是不是 颜料 好 我们看 总体第一段把秋天的雨比做钥匙 形象的写出了秋雨的作用 它什么作用呀 哦 它开启了秋天的大门 是不是 我们打开了秋天的这个美好的一个季节 秋天的雨 有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 那么第二段又用拟人的修辞方法 写出了秋天的什么呀 多姿多彩 什么多姿多彩呢 你看 它把黄色给了谁呀 银杏树 是不是 黄黄的叶子就像小扇子 对不对 像小扇子 好 我们再往下看 它把红色给了枫树 红色 枫树 红红的枫叶像一枚枚游飘 飘啊飘啊 游来了秋天的凉爽 金黄色 这里头又出现了个什么呀 金黄色 是给田野的 看 田野像金色的海洋 橙红色 这是不是又出现了橙红色 是给果树的 橘子 柿子 你及我碰 争着要人们去摘呢 菊花 仙子 得到的颜色就更多了 这花是不是又要出现颜色了 紫红的 淡黄的 雪白的 美丽的菊花 在秋雨里 平平的点头 平平点头 是不是 那么我们说 这是一盒五彩 缤纷的颜料 是不是 五颜六色的颜料 但它都有哪些颜色呀 我们刚才讲了什么 黄色 是不是 黄色 给了银杏叶 又红色 金黄色 橙红色 紫色 淡黄色 白色 真的是什么呀 五颜六色 缤纷的色彩 是不是 五彩缤纷的 好 我们看 它首先 把枫叶 比做了什么呀 油票 是不是 我们一想到油票 一想到什么 思念 一想到油票 想到什么呀 哦 想到我们现在 什么 一种纪念 一种挂念 是不是 哦 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 它又把 什么 菊花仙子 得到的颜色就更多了 那它在这里 把菊花仙 菊花比作仙子 这一块 它用的是什么手法呀 对啊 用的是 拟人的一种 什么 修辞手法了 是不是 拟人的手法 那么 写出了菊花颜色的 多而美 是不是 表达了 作者对菊花的 喜爱之情 那么 我相信同学们 平常呀 也在看过 我们的菊花 是不是 秋天的时候 菊花开的 什么 正盛宴 是不是 五颜六色 五彩缤纷的菊花 特别的漂亮 好 我们再往下看 秋天的雨 藏着非常好闻的气味 诶 这块又把秋雨 比热什么了呀 气味是不是 嗯 梨香香的 菠萝甜甜的 还有苹果橘子 好多好多香甜的气味 都躲在小雨滴里呢 小朋友的脚 常被那香味 什么 勾住 那么 这里 你把秋雨 又比做什么了呀 气味 是不是 那它都有哪些气味 是不是来自 什么的气味 各种水果呀 这有香梨 菠萝 苹果 橘子 好多好多 是不是 从这个角度 我们就可以知道 秋天到来了 是一个什么季节呀 丰收的季节 丰收的季节 秋雨 就告诉了我们 是不是秋雨 就告诉了我们呀 好 我们往下看啊 这一段呢 表明了下文要具体写 秋天的什么气味 第一句话 是不是 好文的气味 是不是 那么 我们说它都有哪些 好文的气味呢 哦 各种水果 是不是 丰收的季节 那么 在文章中呀 它用到了一个 朵字 都躲在小雨滴里呢 这个朵字 就让人感觉到了什么呀 水果的气味 仿佛是 调皮的小孩子 十分的 生动 那么 我们在 写文章的时候 在读文章的时候 我们发现 反正到 躲的这个时候 是不是都感觉 活泼可爱呀 活泼可爱 所以在这里 文章呢 也用了一个躲字 它这个躲字 就说明了 这个秋雨的一个什么 调皮可爱 是不是 调皮可爱 好 我们继续看课文 秋天的雨 吹起了 金色的小喇叭 那么 这一块呢 把秋天的雨 又比喻什么呀 小喇叭 那么我们在之前呢 学习的这个自然段里头呀 有什么 视觉上的欣赏 视觉上去看秋天的雨 那么 我们也用什么 嗅觉上的欣赏 因为我们闻到了什么 各种各样的 甜甜的气味 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又来 什么呢 听觉上的一个欣赏 听觉上下 那么这里呢 它把秋天的雨 比喻成了小喇叭 我们看一下 听觉上的欣赏 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 秋天的雨 它告诉大家 冬天快要来了 哦 是提醒大家 哦 当冬天来了 那么看看冬天来了以后 那我们这个 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小喜鹊 闲来了树枝 造房子 小松鼠 找来松果当粮食 小青蛙 在家井的挖洞 准备舒舒服服的睡大觉 松柏穿上厚厚的 油亮亮的衣裳 杨树柳树的叶子 飘到树妈妈的脚下 他们都在准备过冬了 哦 原来是什么呀 秋天的雨 用一个像小喇叭一样 告诉大家 是不是 它稀里哩哗啦啦 是不是声音 好像就在说 秋天 秋天来了 冬天也快要到了 是不是 秋天的雨 那么这时候 都有谁做了准备呀 第一个谁呀 小喜鹊 是不是 第二个谁呢 小松鼠 还有谁呀 小青蛙 还有我们这是动物们的一个 因为收到这个信号 什么冬天快要来的这个信号 这个动物们做的一个什么呀 一个准备 一个迎接冬天的一个准备 那么那植物们呢 我们的植物看什么 松柏 是不是 还有我们的杨树柳树 他们都做好了迎接冬天的准备 那么这段文章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告诉我们吧 用一个拟人的什么 修斯手法 用秋天的雨 是一个像杏矢一样 是不是 像一个杏矢一样 它告诉大家 冬天快要来了 是不是 冬天快要来了 我们的动物们呀 还有植物呀 都在做着 迎接冬天的一个准备 迎接冬天的准备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动物和植物们 在为冬天的到来 而做准备 是不是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秋天的雨 带给大地的 是一曲丰收的歌 这块念曲不念须 一曲丰收的歌 带给小朋友的是一首欢乐的歌 欢乐的歌 那么这一段文字呢 就是什么 概括了秋雨的一个作用 秋雨的作用 为什么说它是丰收的呀 为什么是丰收的 除了我们看到的 景色又五彩缤纷的 是不是 五彩缤纷的节色 最关键还有什么呀 水果的丰收 是不是水果丰收 水果丰收 那么我们经常说秋天 一个丰收的季节 是不是 那么秋雨就带给我们什么 带给大地 是一曲丰收的歌 那带给小朋友呢 是什么呀 欢乐的歌 欢乐的歌 好 我们看一下 结构的树里 秋天的雨 我们的题目 是不是 也是我们本节课 要所学习的一个内容 秋天的雨 那么第一部分 写秋天女标志什么 秋天的到来 秋天的到来 那么秋天的到来 它到来了什么呢 它给大地 换上了新装 是不是 给我们这个 大地增添了许多什么 五彩缤纷的色彩 色彩 那么第二部分呢 书写了什么 你好写了秋雨的特点 那么秋雨的特点 那第三部分呀 总结了秋雨的作用 秋雨的作用 那么通过这三个部分的学习 我们对秋雨 是不是 已经有了一个 什么大致的一个认识了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例题 比一比 再总词 第一个 比一比 我们上下比一下 它们同样的这个片方步手 都是上下结构的 是吧 上下结构的 那么呢 它们的片方步手 都是这个契敏的敏 是吧 契敏的敏 那么我们组词盒子 和盆景 盆景 好 我们看下一个 比一比 这个比一比 我们看一下 盐 颜色 燕 燕雨 它们是什么呀 这个 盐子旁是一样的 是不是啊 对我这个片方步手 那么这个片方步手 它是叶 它的片方步手是叶 那这个呢 它的片方步手 是这个 盐子旁 是不是 盐子旁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 料 照料 科 科学 那它们有同样的一个 相同的一个 步手是什么呀 都是这个 豆 是不是 同样的步手 都是这个豆 豆 好 再看最后一个 飘和 飘 这是一个什么呀 谐音字 可以算上谐音字 那它们的这个 同样的这个 步手是谁呀 就是这个 票 票 票 门票票 车票票 是不 同样都是这个票 但是这个是什么 飘 飘 那么我经常说 就是在认字的时候 我们小朋友 可以增加一些想象力 当有一张火车票 拿到手里的时候 一阵风来了 这个票就飘走了 飘走了 就飘荡 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这样 记住这个 飘子呀 飘 然后等一下这个 什么 漂亮的 飘 是不是 漂亮的 飘 好 我们看一下 祖词 飘洋和漂亮 好 我们先往下看 想象一下 秋天的雨 还会把颜色 分给谁呢 照样子 写一写 好 我们先看一下 它把黄色 给了银杏树 黄黄的叶子 像一把把 小扇子 扇啊 扇啊 扇走了 夏天的炎热 夏天的炎热 那么我们文章中 它还有什么颜色呀 黄的后面像什么 红色 是不是 它把红色给了谁呀 给了枫树 红红的枫叶 像一片片红绸 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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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来了 满山的红火 是不是 那么我们同学下去 也可以模仿这种巨型 去写一写 还有哪些颜色 还有哪些颜色 可以给我们这个大地 增加这个 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象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本节课的一个归纳总结 本文以秋雨为线索 秋雨为线索 是不是通过三大部分 秋雨为线索 将秋天众多的景物 巧妙的穿起来 先从什么呀 颜色 气味 还有什么 最后是什么 视觉 是不是 视觉 听觉 从整体上描绘出了一个 美丽丰收 欢乐的秋天 表达了作者对秋天的喜爱 和赞美之情 那么我们通过学习这篇 秋雨以后呀 我们回去要观察吧 秋天的雨 是不是真带给我们了 这三部曲 是不是三部曲啊 好 那么本节课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